说到天津 你会想到什么 我首先会想到 隔不里包子 欧式建筑的老街 还有天津眼 大家看得出来 某人今天不舒服吗 我虽然说不舒服 虽然说偏头痛 但是我在镜头面前 我马上就可以活力满分 一百分 好了不表达 换一个方向来 我要表达我的活力 我要冲过来 每次来天津 都是和好朋友一起来的 上一次来天津 还是上学的时候 但相同的地方 和不同的人来 那也是一件新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 也有这样重复的规律 星期 四季 节日 而幸福的生活呢 就是懂得如何 在这些重复的模子中 度过而不闭塞 那是梦 闭塑 就示范 那是梦 那是梦 達人 千辛 blog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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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